大家好,我是阿光 把鸡蛋倒在米饭里面,瞬间就变成一道美食 这种做法很多朋友都没有看过,更加没有吃过 这样炒出来的大炒饭粒粒分明,鲜香入味 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 如果平常你也喜欢吃大炒饭 今天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 像这样一盘大炒饭,饭店至少要28 自己在家做成本不超过5元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碗昨天晚上的剩米饭 这种米饭最好是比较干一点的 这样炒出来口感会更好一些 接着我们准备一个空碗 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 有条件的我们一定要挑选土鸡蛋 因为土鸡蛋的营养更加的丰富 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小勺子 把蛋黄和蛋白分开来 有条件的也可以选用鸡蛋分离器 把咬出来的蛋黄放在准备好的碗中 投鸡蛋蛋黄更加的完整 也方便我们操作 接着用筷子成分的搅拌均匀 这里我们尽量的都搅拌一会儿 成分的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就把搅拌好的蛋黄 倒在米饭里面 接下来用我吃饭的筷子成分的发拌均匀 使所有的米饭都能够裹上蛋黄叶 我们要都搅拌一会儿 使每一粒米饭的表面都有一层蛋黄叶包裹着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些派菜 去皮的胡萝卜切成薄片 我们尽量的切薄一些 然后再切成细丝 最后全部切成小丁 胡萝卜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也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 全部切好 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一根胡腿肠 我们把胡腿肠全部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均匀的细丝 这里我们尽量的切均匀一些 有条件的也可以放一些瘦肉或者是虾仁来替代 最后全部切成小丁 全部切好以后 全部切好以后 放在胡萝卜丁一起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包好的青豆 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 包好的玉米也倒在碗中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葱 我们把香葱全部切成葱花 有条件的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比较小一点的香葱 因为这种香葱香味更加的浓郁 做大炒饭 香葱也要适量的都准备一些 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备用 接着我们准备一锅开水 然后把玉米粒和青豆倒在锅中 加入少许的食盐给食材入下底味 水开以后我们大约煮两分钟左右 充分地把青豆和玉米煮至断生 煮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 我们把煮好的玉米和青豆搂出来 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就把放在一旁的鸡蛋清 硬筷子成分地搅拌均匀 这里我们尽量的都搅拌一会儿 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 起锅加入食应油 油温烧热以后 我们再把蛋清倒在锅中 我们要把鸡蛋清提前炒熟 鸡蛋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我们炒制的时间也不宜太长 稍微的炒制进行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青豆玉米粒倒在锅中 胡萝卜和胡腿丁也倒在里面 这里我们开大火不停地翻炒 把食材表面的水分炒干 接着我们再加入少许的食盐 改派菜提前入下底味 再次翻炒均匀 成分地把所有的食材炒至入味 接着把拌好的米饭也倒在锅中 这里我们继续开大火不停地翻炒 这个过程大约要两分钟左右 这里我们要不停地翻炒 防止米饭粘锅 边炒边按压一下 使所有的米饭能够数月均匀 接下来我们再加入少许的生抽调味 再加入少许的鸡精 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再加入一小把葱花 再次翻炒均匀 成分地把香葱炒出香味 炒大炒饭 葱花一定要放在锅里面炒一下 让炒出来的大炒饭 香葱味更加的浓郁 这里我们发炒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大约发炒20秒左右 成分地把所有的食材炒出香味 把米饭炒至粒粒分明 发炒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做给自己的家人尝试一下 这样炒出来的大炒饭粒粒分明 鲜香入味 派菜也十分的丰富 家里小朋友如果不喜欢吃你炒的菜 你就做上一碗这样的大炒饭 肯定能够吃上两大碗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收藏 留言并转发一下 点往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